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岁学的潜水员 到今天为止已经是做了是潜水行业20多年了 在我就是空闲的时候 我会在快手上分享一下我的工作日常 其实我最小的时候还是比较怕水的 因为在我们家乡这一块没有大海也没有河流和大型的水库 就在屯边上有那么两个小水坑 所以这些发大水的时候还挺好奇的 就总想到水边去看看 但是来洪水的时候水座是比较急 每一次洪风来临的时候它都是不平静的 因为水里藏着一些暗流 而且这水里还掺杂一些一个就是这个树头了树炸子了 柴炒什么的 所以人在不小心滑倒里去了 就上不来了 所以大人呢就跟咱们讲过 每一次水流来的时候都会伤亡很多人 所以咱们听到呢也是挺恐惧的 所以小的时候再琢磨 我怎么让他能学会这个游泳呢 拿换个小狗袍就行啊 这样的事大人还能放心一点 突然间我在我19岁的时候来征兵来了 我们站在是祖国的北大门最远处一个小岛海岛 每个海岛兵都是得会游泳 所以我们只有这个专门学院的科目 喝水了枪水都不要紧 枪饱了上来吐完之后都没事 大约从前到后是在两个多月这儿 终于把这个游泳啊学会了 游泳的技术就能达到什么了呢 我在两个小时到三个小时这儿吧 只要我腿不抽筋 我就完全能够在水面上去扶着 学会了游泳也算是了却了董霜 从小关于水的一个情节 不过就在董霜学习游泳的时候 他无意间又看到另一件足以影响他一生的事 那就是潜水 我们是六四集团军 有个黑嘴子马头是军啊 他是用这个登陆艇往我们岛上送鸡 说艇再来上岛上送鸡鸡的时候 因为在岛边上有这个老百姓啊 用伏法去讲这扇贝 这个绳非常多 当登陆艇来的时候啊 经常会把这个登陆艇这个船奖啊 就给用绳就缠到了 然后看他们这个潜水员呢 就下去了 带着水径穿着潜水服 还拿着潜水刀 当他的船上往前一跳的 这是那一刻呀 我们都惊呆了 啊 这就是潜水员啊 这能行吗 这太不安全了 嗯 一会儿都上来了 完成任务 把船上这个桌前桨上面这个缠绕窝 省网什么都嘎干净了 哎 我这第二想法是什么呢 潜水员挺好的 我和营长和教导员做出请示 我说我有想法学这个潜水员 教导员啊 他说你这样吧 你写份报告 看上面PVP 然之后 这一冬天呢 写了是三回 写第一回给反驳回来了 因为我这个文化太低了 我根本就憋不出来几个字 又失败了 两次失败了 说第三次 我找到我们指导员 他说你是怎么想的 我代替你怎么写 帮我吗 我就描述到了 因为我是很敬佩英雄啊 作为是一名军人 在人民最需要的时候 我决定不能说是在我就是 就邪了糊涂的啊 安排到哪一块 就是哪一块 往后 我想要突破我自己的 就是这个人生的难管 望前种 为人民和为国家去执行特殊的任务 然后师部的领导王做了审批了 同意我去学这个潜水员 然后我去了大连的就是这个 64集团军的军港码头 上这个登陆行 登陆建设的生活很艰苦 他不仅空间狭小 而且常年飘在海上 董霜就在这样的环境下接受训练 因为身体状况很不错 再加上游泳技术扎实 很快董霜就成了重点培养对象 他转到李顺老铁山的山脚下学习深浅 半年之后又转到了青岛海军学院 学习海洋探测 水下焊接 切割 之后董霜又去了广州浅校 学习了水下气墙和拆墙的技术 董霜开始一步一步的向大海深处去了 从北边数从丹东到大连 到东海到南海 很多地方80%我都去过的 在海岸线上任何个景点 和哪块的船只多呀 哪块需要修理说了 我都干过很多水下 试工也是啊 很多活 一般都是个三四十米的 深浅还有四五十米 最高是我下午是六十多米了 但是说是讲的在海里的 确实是有一次 就很恐怖很恐怖的 因为我那天我下海的时候 上面很亮的晴天 一点云天都没有 但是我正在干干活下边 上面发黑了人账 完了 这肯定是有鲸鱼来来的人账 鲸鱼的叫声非常非常响 这是鱼龙一样人账 鲸鱼龙在下面 你就听着鲸鱼一声叫我 下来深深的都冰凉了 那是真吓人 太恐怖了 这大人跑吧 不拿跑 不能往上跑啊 往跑都看着了 他在山上等着你呢 我现在边上 有不少这个暗礁 这个暗礁 这是也像咱地面上 这个叫山坡似的 我现在在这空里跑 你当 哎 我跑跑上班 不发黑了 我才敢出来 当我出的时候 那个鲸鱼啊 刚刚从我的船边上过去 它在这个岛边附近 在寻找食物的时候 它跑的不快 非常慢 就有一种莫名其妙就是 就是那种恐惧啊 因为鲸鱼嘴太大了 一条鲸鱼都是10了吨 它那一个嘴的话 就感觉咱们 是一张床大的都 很可怕 很快 董霜服完了三年的兵役 这三年时间 他几乎都画在了 学习潜水技能上 到了快退伍的时候 军队领导还专门找到董霜 希望他能留下 但董霜把技术传授给四位战友之后 还是选择了退役 他始终没有忘记 自己当年申请学习潜水时的理想 但还有很多现实的条件 限制着他 因为我家是黑龙江的 98年不涨大水吗 我就回了一次 因为在那时候 也没有去申请营业执照 想去到江边去帮忙去 但是因地方政府这块 也不认可咱们 咱们只能看 不能去靠近去 但是后期啊 伤亡挺大的 说一句实在话 我要是真正 从到第一前线的话 能解决很多问题呢 那么我从那年开始 我就感觉到 生命的价值 等什么时候 有机会了 我能回到家乡去 真正的 回到内核 不管是黑龙江也好 吉利也好 为内核 这个老百姓实在做点事 因为他比海洋 他更需要这个前提 除了没有打牢自治以外 离开了海洋 还能不能养活自己 也是董霜要担心的 到了2004年 董霜终于申请到了 打牢的营业执照 但为了生计 大部分时间 董霜还是在海里作业 他只能偶尔回内地 做一些工艺的打牢 好在董霜的技术很扎实 到了2010年 内核的很多水下工程 都会找到他 他也就全身心的回到内核了 也是在那一年 董霜第一次独立打牢了一个溺亡的人 2010年应该是 在福远就是黑虾岛边的地方 他也是就是一辆皮卡车 从这个岛上 往这边岸边来 中途 就是老百姓到那去下渔网 但是这个冰窟窿打得特别大 他们车回的时候 正常来说他应该是能躲过去 但是晚一时候可能说是都喝着酒 车头炸着去了 当时车上的四个人是主驾驶的窗户开不开 副驾驶的窗户全坐下来的 就这一个门窗户坐下来的 剩下其他的门 这三个门都开不开了 往后他们送的这一个窗户往这爬 爬出三个 后面上这个数字大的 爬出来了 往后他就从后面这个空 往前面走 就靠这空这块了 往前走走不了推不去了 把这车这根梦一点点沉下去了 他那个水深是在十六米 十六七米这样吗 就是 然后找我去的时候 哎呀也是挺着急的 心里也挺乱 嘴是清水 模模糊糊的 能看到 就车的形状和人的形状 下边他瞅得清楚楚的 我瞎你又一看 我靠 这老头正爬着窗户 这空这块 正往这个窗户这看见着 他瞪眼睛瞅着又往前爬嘛 那手里的架着 他瞅着我 我瞅着他 心里也麻酥着 第一回去捞人嘛 而且要说是盲老 还能差点 因为盲老的时候 你看不见他的时候 你只是心里头 你有点想法 但是真正在水下的时候 水清 你看着他去捞他 去拴他的时候 就不一样了 人在下边 脑袋呀 眼睛什么呢 都看着非常轻 心里也犯疙瘩 因为他这个人都变那块了 我首先拿绳啊 拴到他这个 胳膊上 因为我往里进 我背着罐我进不去啊 我是背着养结罐下去的 所以我呢 在下面把人拴完之后 我用信号绳和上边去联系 上面肯定接到我信号绳 非常激动 硬拽 一拽拽得紧 肯定下边卡死了 动不了了 然后我还是上来 反反复复 这么来回我上来 我跟他们说 我说缓 你们拽一下子 松一下子 拽一下松一下 缓 我在下面上 我也是拽一下松一下 这么里面就缓吗 从这空里边 把人给拽出来了 拽的有二十多分钟的时候 我上下的次数在六回 往这顺的时候啊 他是两胳膊先出来的 这个腿啊 在后面是一个蹬的 就是这种状态 为啥说 顺着二十多分钟才顺出来呢 他处的时候已经是僵尸了 腿是弯曲的 当我拽上他的时候啊 在那个离开车门子 那一刻的时候啊 我的衣服 刮了一个小眼子 也是瞬间这样似的 哗哗声声就全湿了 上这房我也是嘚哒 别人说我身上怎么发抖呢 因为是我害怕呢 过洞呢 这脸的地方 潜水服能露出的地上啊 都发紫了都 都非常非常的冷 然后我们的任务是完成了 我只负责把人拽上来 然后立刻装上我的潜水装备 我就彻底现场 其他事情 我什么也不去问去 有那家属是 给我们就是吃点饭 再走 我在执行下个任务去了 全职做内核打捞之后 董霜可以说是全年无休 其实本职的工程活 已经让董霜忙得不可开交了 但他还是24小时开着手机 董霜怕万一什么时候 又发生了溺水的事故 相亲有需要联系不上他 最多的时候 董霜一天能捞五个人 那个时候面对尸体 董霜已经不会再发怵了 在下水的时候 他反倒怀念起第一次捞人 那次的水是清的 有一次董霜在煤矿深水区捞人 水浑到近在眼前 你都看不见 尽管那里水深只有7米多 董霜却捞了7个多小时 那是15年的夏天 七彩河 那属于是车祸 意外事故 是七彩河那块 那么属于是个煤城吗 挖完煤的时候 地表下沉 下沉能达到是在8米上 但是这个是两个村子中间呢 这么一片空地 这个煤矿下沉的 面积挺大 三里多地 这个煤矿下沉的时候 两个村里啊 往后他们修一趟土路 就是在这个水库中间 修一趟土路 非常窄这个道 因为这两车 灰车的时候啊 是个大翻斗了 大翻斗车 顶上坐是两个人 一个小伙和一个 他的叔叔 因为他搞上灰车的时候啊 对面来一台就是那什么车呢 就是这个 是个轿车 应该是个急打子 应该是 轿车再往外挫 二三十公分还是不要紧的 但是这个轿车呢 他站这个主道啊 有点站大了 这个大车啊 往别人家骗了 直接就翻来着呢 往下一滚 这车 这下边这不是 七米多到底了吗 他俩人啊 顺着这个 车就就 这波人都放在底了 一家窜出来了 有好一个人看见他 他俩上的下 扑腾扑腾 说离岸边 也就是在六七米这样吗 他是晚上时候发生的事 我是下边一直走的 我跑到地上的时候 大约在上午 九点左右吧 我们进入现场的时候 开始去打牢 老百姓就说了 你没有必要说是 库大范围去找去 水库里肯定是无水流的 你就在这个六米到七米 就在这 我说对啊 翻前来降灵花 对啊 就在这下边这块啊 他没有水流 就下边这块 找遍了 我睁眼是什么也看不见 水是浑水的 这个车里又翻来翻去哈 翻得很熟了 我拿了个石头怎么事 我都知道了 可下面的话 我来回跑的时候 我是在地面上先跑的吗 底下根本就是没有人 还有我再分析 正常来说啊 一个是飘上的 飘上是不是看着了 一个是在底下 那这种情况下的话 肯定就在中层的 我一仰手的话 正常的话 在两米多高的身上 上去下去 上去下去 这样反反复复的 这样是一个动作呀 终于离车是在十二三米那块吧 把他摸到了 他这个人哈 和物体他不一样 他虽然想是僵尸了 他摸人一下就感觉睡了 僵尸了他也是发软的 我当时摸他的头 那小伙头发不算太长 这是踢个分头那一种的 跟手一摸溜滑吗 摸这不是人吗 我回手把他拽回去了 我必须得拽到水底下 我好拴呢 我把腰给他捆上了 就我拴他的时候 也是看不见 但是一个人的身体结构 我才不知道得了吗 我是清楚的 找完这第一个人了 上来的时候 我谢谢 那会在中午一点多钟 我说分析 那个人啊 你们处的是六七米的 但是有可能是这个浪啊 出外边去了 但是我从车后部这块 开始瞎手了 这人是在底层 离车的有个二十多米 这人我是摸他的时候 是先摸他的腿 这是速射大这个 就拽上了 速射大这个 是开车司机的老叔 往后速射小的一个 也不是二十二 也不是二十三 刚结婚时间不长 他这媳妇当时也去了 我也看住了 他家小孩好像是 一周岁左右这样吧 我们去的时候已经哭了 都快晕过去了 确实感觉到心里头 挺背劲的 就是人的生命啊 是很脆弱的 一瞬间呢 生命就没有了 但是他这家庭来说啊 给他亲人 带着多大的痛苦 是很压怜的 尽管心里难受 但还有下一个任务 等着董霜的团队 留给他们休整的时间非常少 因为坚持救援 打捞不收钱 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找董霜帮忙 打捞的难度 也不断的升级 煤矿区的这次打捞 虽然看不见 但董霜至少是活动自如的 有的时候董霜 要面对感官失灵 和肢体束缚的多重限制 协助警察去判 到这个管道里边 你走到好几里地啊 下底下去找人下去 所以我们去老人的时候 接到警察的求助所说了 那是在 下天在七月份的时候 那会儿 报名已经长到七腰身了 是一种情杀 就是这个女的 往后他出了第一个男朋友 出的挺好 然后这女的又出了个男朋友 第二个男朋友 对他第一个男的哈 就很敏感 就是研究 说怎么把第一个男的 给他销声密气的弄死就完了 咱俩好好出 是吧 他俩就做了扣 突然有一天呢 就把这个男的 约到就是这个保隐地边上了 保隐地的是一个排水网 正在就是要下手的时候啊 被这个第一个男的发现了 你知道 一发现一回头的时候 一推就都推到这个下水道里去 往后上面他们两个人拿着是钻头了 就往他头上砸 给他砸晕了 往顺着管道 就往下游走了 但是下游呢 他这隔个都有10里地左右这样吧 有个小熊的污水处理厂 中间 他是每50米到60米啊 12个井 10里地的话就是好10个井嘛 反正找挺麻烦 找我们去的时候是在12分的 大陆难度也是非常的 天太冷了 那里的水是浑的水流海济 管道粗径细径 经过管脚这块有三桶来的水 那块来的水 才是三桶水说水着更急的就是 所以也不确定这个人呢 在哪一块很遭罪 看不见 全是摸痕 而且还是水 在水这旁 毕竟那块你是站不起来呀 太逮了 我们看最细管道干过是80公分 不到一米高 肯定是害怕呀 这里头你不能怕别的 里头活物什么啥都没有 就怕管道突然间再有塌上的地方 或者是咱们在干活中途期间 氧气管破裂呀 这是最恐怖这时候人 最后人那是工业排水的 人都腐烂没了 就管上骨头了 找到块骨头 做什么活咱们也全都干都是啊 挺遭罪的 但是只要接到打捞的战士的任务 我愿意去帮这个忙 所以我说24小时随时发折 虽然嘴上说是不在乎 但现实给董霜的困难远不止这些 身体上遭罪董霜都可以忍受 但人心的质疑董霜接受不了 而且慢慢的董霜也发现自己这么坚持是有问题的 一来救援打捞成本确实高 二来很多事故本身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尤其是在东北啊 冬天水面结冰之后 有人会专门开车去冰面上飘移 面对这种事故 董霜很无奈 再加上很多其他现实的原因 董霜对自己的坚持也产生了怀疑 你要是给他订到出意外的事故吧 太趋疼了这身上 这样人都是完全都是在找刺激嘛 这是那个飘移的 前一年冬天我在沈阳那块正在干活呢 接到家乡那边的电话了 哈尔滨有一台飘移车 这次从江南往江北走 本身那个江南车到江北要到多了 他不走到 他从江上走 他想上江上去耍耍 哎 结果那个车呀 掉到这个青沟里边去了 车上是有两个人 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这个女的出来了 然后这个男的呢 就沉下去了 回来当进入现场的时候 已经是去了一会儿千水员了 也没找到车 也没找到人 说水流太急了 说这个水啊非常非常地活 什么也都看不见 我们到水边看黑了吗 我说今天不利于千水大老了 明天再老 第二天我们上船上啊 就开始进行 对于车辆 就是一个定位嘛 附近渔民船只有一个 非常非常小 我那些水下装备什么呢 声纳系统的 高清摄像器系统的 根本就放不了的哦 就是定位工作呀 就定不上了 又没劳人来 第三天 我们又开始继续去劳去 家属啊 对我们有点说是 过意不去了 说你们这天天也是 毕竟是有费用的 包括给人开车的 还有过的管控安全员 可以给你钱的 他们一日三餐 吃喝喝的 我每一天的消费哈 至少说得个 就七八百块钱呢 他说不要钱 我们都不好意思 他说是这样事的 我们不给你们打劳费 我给你车加点油吧 给我拿就是一千万钱 给加油钱 他这钱从哪来的呢 大伙就是老百姓 群众 网友捐赠的钱 这是 拿完之后 大伙丢的轰动还挺大的 丢的营养面相当的不好了 说你们这个 你家这个队伍哈 名声这么响 你咋还接着呢 这属于收费 还属于不收费呀 老百姓传着你收费了 我这挺生气的 因为我们是帮忙着活哈 帽子妈风险性 去帮忙着活 我们是问心无愧的 别刺激网 不用了别人说 梁粉画什么的 谁都不用 谁能下牢去 我撤了 从那把事以后 我自己定的规矩 意外打牢 是免费的 得分 如果是这个水域 是潜水的 我都不要钱 你将水打到深度了 找着江段排查的范围 大 所以难度非常大 害灶醉 时间太长 我必须得去收费 这是对的 这是理所应当的 往后 这事情 就放下了 到转年的8月份 这人给边上了 江边上 在下游 老远老远地上了 飘上来了 经过这一下天 天热 水温高 身体就发雾了 就飘上来了 是你这个江边 这样是这 每一年都会出现 很多就是这个 溺水意外身亡 这样的 有的人沉下去 再也捞不到它了 因为人在水里边 它一烂的时候 这些个鱼上去啃了 那把肉都吃没有了 剩骨头棒了 它不能飘 永远上不来了 所以我在提醒啥呢 就是现在 不管说是会水的也好 不会水的也好 一定要是在水边上 要加小心 再加加小心呢 其实作为职业的潜水员 董商的主要收入来源 还是工程活 有的时候是水下切割 这得带电流作业 危险性不低 有的时候呢 是打桥蹲 得潜到水下几十米深 干什么活 遭什么罪 风险都是不一样的 长年累月下来 董商必须定期接受 潜水职业特有的加压治疗 以保证身体机能运转正常 但当兵时候的那份理想 一直支撑着董商 他已经放不开手了 我进入街床已经二十多年了 这年年这么干 年年这么干 有的时候精心动魂的 哎呀 不在乎了 现在也放不开手了 作为我一个退伍老兵来说 我还是以我当兵的时候那种原则 为国家为人民服 其实现在说是按照我正常来说 我每一年至少得捞个四五十个人 这样十人 每一年都捞几十个人 我会挣很多钱的 但是我不是那么看 我只要说是有吃有喝 我就可以 我爱听到社会上给我那片掌声 在每个场合我搞救援成功的时候 几百人上千人给我鼓掌的时候 都瞅着我呢 你就包括现在我车辆到那了 不管是有啥麻烦 保证有人他去给我休息 我确实是感觉到心里挺安慰的 因为我走到每个地方的时候 他们都会留下我电话的 说每次再有类似的事 就传名 都给我传的 这个名声传的都是非常非常多的 我们家一家亲弟兄四个人 亲哥四个人 都是做千水的 都是我教会的 我们家哥四个的土地 加了一块 一百多人呢 说在咱们的这个 祖阁各地各个省份呢 这哪块有那个大型灾害了 水域救援呢 徒弟们玩不成的 就把咱们老哥们都找过去了 我儿子哈 今年才21岁 我给他办的是两星级的 就是这个国际千水券证书 我这情况是想让他一代代传进去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亲历者自说的声音节目故事FM 我是主播哀哲 本期节目由林峰制作 声音设计孙则宇 实习生朱思维 感谢你的收听 咱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